但是這個雨遮嫩也是我覺得整個製作環節上口最惡夢的地方 哈囉大家好 歡迎你們回到YO的頻道 我是模型技師阿倫 今天是我非常期待又非常興奮的一天 為什麼呢 因為今天要來開箱這座模型 你會想說開箱這座模型到底有什麼特別 這座模型建築物是一個日本非常有名的日本建築師叫做平田晃九所設計的 平田晃九你可能不知道他是誰 但是他有一個在台灣非常知名的案子 在台北中山區的富富化部 平田晃九也是被日本建築大師伊東風雄所譽為日本最有能量的新銳建築師 這邊插個題外的話 你們一定想說伊東風雄第三個字應該要念禮不念封 但是錯了 實際上伊東風雄來台灣自我介紹的 邀請到伊東風雄先生 伊東風雄先生 是真的伊東風雄 他 主義的建議大師伊東風雄 那我們接下來就來開箱這座模型 在開箱這個模型以前 如果你對這樣的影片題材有興趣 請幫我按讚訂閱和分享 好不多說就開始開箱吧 那現在在各位畫面當中呢 就是這一棟建築物 這一棟建築物 它整體的配色是非常舒適非常和諧的 它跟台北中山區的富富化圖 也有一點異曲同工之妙 另外它在立面良柱的表現上也非常熟練 讓這一棟建築物座落在桃園千埔這塊區域 看起來更有無力 接著這一棟建築物讓我非常驚豔的地方 第一個地方是它樓層退縮的地方 再來就是綠化 樓層退縮建築物它的設計的初衷 是希望它可以打破這個都市的冷漠感 它利用樓層退縮的方式 製造出更多的公共空間 讓鄰里之間有更多的互動性 這是讓我想到的一故事 有一次我阿嬤煮東西就跑出門了 導致整間屋食都是燒焦味 這個時候鄰居聞到才趕快衝進來我們家 趕快幫我們家關火 從這個時候我才發現鄰居的客貴性 所以我很佩服這樣的設計就是說 有時候我們一發生一些禁忌狀況 遠方的清氣 遠水可能沒辦法救了我們的靜火 這個時候鄰居就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接著就是這個建築物的垂直綠化 我覺得這個垂直綠化做得很好的原因就是說 如果我是住戶 我每天打開門打開陽台門 然後我就可以看到非常多的綠化 然後還有大面積的直在牆 我的心情會非常好 接著帶你們看更細節的地方 你們遠看可以看到這個建築裡面 你們會以為它的牆面是一整片平的 實際上它的牆面是有 連續不間斷的凹凸的表現 這個地方也是我們製作上非常困難的地方 因為它必須要用好幾片的薄板去結合 但是它在深色塗料的地方特別的薄 會導致整個建築物非常的軟 容易扭曲 然後結構非常的不穩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就要去思考 它這個建築物內壳裡面要怎麼去做結構的補強 做了這個結構補強 我們在搬運中才比較不會扭曲的狀況發生 或者說它在使用年限上也可以拉得更長一些 接著就是平田旺久在附附化合也有出現的兩個設計元素 第一個就是雨遮然後西藍杆 大家都知道台灣的四龍殺手有三個 第一個就是招牌、鐵窗還有綠色半透明的雨遮 平田旺久它並不計位雨遮設計 反而利用雨遮增加整體建築物的豐富性 也保有住戶該有的一個機能性 但是這個雨遮也是我覺得整個製作環節上我覺得最惡夢的地方 因為整棟建築物它的雨遮總共有800多個 再加上它雨遮上面有兩根支撐 那這個雨遮和這個支撐加起來總共有2500多個 所以你就不難想像我要拿鑷子 然後把東西夾起來黏上去這個過程要重複做2500多次 這真的是我的惡夢 抱怨歸抱怨 該注意的地方還是不能少 因為人的肉眼是非常敏感的 所以我們在做雨遮的時候 我們黏上去還要固定住這個姿勢 等到它確定黏上去我們才可以把手放掉 讓我們還可以確保雨遮和建築物它是完全是90度的 那我們認為雨遮還有支撐 它必須是保持完全的絕對的水平還有絕對的垂直 照顧好這兩個細節才會是模型非常有質感非常漂亮的一個關鍵 接著矽欄杆就是我覺得蠻有趣的設計 因為這個矽欄杆它跟以往的女兒牆不一樣 這個矽欄杆它可以保持視覺的通透性 讓用路人可以很輕易看到大樓露台上面的綠畫 而住戶也可以很輕易的看到整個view整個都市的樣貌 接下來看完建築我們來看基地 基地非常出乎我預料之外 它整體的配置非常的單一 跟我過去做的案子不太一樣 過去做的案子它的基地撲面可能是非常的多元 磚樣式非常的多樣 這一次它的整體撲面就只有透水性撲面 那再來就是綠化了 整個景觀畫帆維碱 盡可能減少基地上有過多的配置 讓土地有更多的呼吸的空間 整個空間看起來也非常的純粹 接下來就是我們非常引以為傲的綠化 你們可以看到整個基地上面的綠化 它是非常的豐富 然後它高低也有些微的不同 我覺得讓我最值得跟你們分享的就是 每一棵樹它的樹蓋 它上面的紋路都是我們一筆一刀下去雕割 去呈現那種樹種它本來應該要呈現的一個紋理 讓這一切看起來就會更自然 更融入這個建築物當中 今天的分享到我們結束 這一次很開心可以做到平田晃久的建築模型 也很開心可以把這份喜悅分享給你們 說不定下次我可以開箱威野武的建築模型給你們看 不妨大家趁這一次趕快按讚訂閱分享出去 如果對我們更多模型作品有興趣的話呢 也可以追蹤我們的IG和臉書 那我們下集影片見 掰掰 大家看見大家